叶晨自然也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些人射出的诡异激光 就好像是一个阵法 竟然还有这种手段 国自恋男子看出三人的惊讶 嘴角露出一抹冷意 叶晨无法动用真气 现在总可以配合了吧 他刚打算上前带走叶晨 叶晨却是开口道 还有五分钟 此话一出 国自恋男子眼眸闪过了一丝怒意 变拳围爪狠狠地向着叶晨的肩膀拍去 没有了真气就没有了作战能力 他想要对付叶晨轻而易举 眼看五指撕裂空气就要触碰到叶晨 叶晨眸子一凝右手骤然而出 滑出了一道优雅的曲线 下一秒直接扣住了国自恋男子的手腕 力量爆发 咔嚓一声 国自恋男子的手腕直接被折断 剧烈的疼痛让他脸庞猙獰 随后腰间的匕首抽出 向着叶晨动手的那只手斩去 但是还没等匕首挥出 叶晨的手就已经握在了匕首之上 灵气环绕 咔嚓一声 匕首直接断了 还有两分钟 弹幕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叶晨已经站了起来 只要他稍稍以用力 一颗头颅必然被无情摘下 鲜血狂飙 那些战士看到这一幕脸色大害 他们领导的命可在叶晨的手上啊 关键叶晨的动作太快了 快到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不然绝对能第一时间将叶晨击毙 此刻 国字连男子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被一股死意覆盖 叶晨 你不要再错下去了 你现在松手 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 我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叶晨眼眸冰冷 我给过你机会了 但是你没有珍惜 他五指的力量越来越大 更是将国字连男子 隐生生地抬了起来 刚想出手 雷树尾出现在门口 叶先生 手下留情 你只要配合走个行事就可以了 还请叶先生 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死人 叶晨眸子扫了一眼雷树尾 暴力的眼眸缓和了几分 下一秒 直接将手上的男子摔了出去 对方狠狠地砸在了地上的扭曲的防盗门之上 防盗门直接裂开 四分五裂 强大的反振之力 让国字连男子吐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 叶晨 你 国字连男子撑起身子 刚想说什么 当他看到一双极寒的眼眸 还是把话咽了下去 雷树尾来到叶晨的面前 恭敬道 叶先生 因为昨天邻家和守护者之事 那些人打算请你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但是应该对叶先生没有任何损失 还希望叶先生能去一下 不然那位和百里熊会比较难做 叶晨犹豫了几秒 最终还是点点头道 带路吧 他倒不是看在那位和百里熊的面子上 而是好奇 这群人要怎么对他 叶晨向着外面迈出了几步 突然想到了什么 脚步停了下来 毛子扫了一眼身后受伤的国字连男子 我希望等我回来 这扇门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否则 后果自负 威胁 国字连男子脸色铁青 想要反驳 却根本不敢 太憋屈了 关键 他连心中的愤怒都不敢发泄呀 还有 那些限制的东西 对别人可能有用 但是对我根本没有作用 下次 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叶晨最后丢出了这句话 便和雷树伟向着电梯口而去 等叶晨离开之后 国字连男子 才一脚踩在地上碎裂的防盗门之上 一个手下 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国字连男子 还是开口道 这 接下去该怎么办 国字连男子拳头握紧 随后松开怒声道 还能怎么办 直接换一扇一模一样的大门 叶晨和雷树伟来到楼下 因为匆忙 这次 雷树伟开的是自己的车 是一辆英飞尼迪商务车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车子驶入一处气势恢弘的电雨 外面有几百位强者在巡逻 东南西北各个方向 叶晨都能感觉到 一双双冰冷的眼眸在暗中窥四 这些人实力很强 甚至让叶晨有了一丝威胁之感 看来这里真的没那么简单 叶晨难难道 不过也对 如果没有这样一只隐藏的力量 那些极强的存在 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雷树伟带着叶晨来到一扇大门前 门还没打开 他对叶晨还是交代道 叶先生 不管如何 还请收着点 叶晨道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喜欢惹事的人 听到这话 雷树伟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这句话你说出来不害臊 就没有比你还会惹事的 大门推开 叶晨和雷树伟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个会议厅 可以容纳千人 此刻更是坐无虚席 叶晨看到不少熟人 英晨等人都在里面 身体笔直 当看到叶晨纷纷站起 教官 叶晨点点头 向着中央的舞台走去 雷树伟没有跟着 而是默默地坐在了 英晨身边的一个空位子上 这漫长的阶梯 叶晨能够感觉到 无数道冰冷的目光 齐齐射来 整个大会堂 甚至有些闹哄哄的 谩骂 嘲笑 指点 席卷而来 如果眼神能够化为锋利的刀刃 叶晨的身躯 估计早就千疮百孔了 就连后面的雷树伟 表情也有些不对 他本以为 只不过是找叶晨调查 现在看来 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叶晨来到最中间的舞台之上 上面坐着十人 最中间的是那位 百里雄坐在最右侧 除了这两人 另外八人他都没有见过 叶晨没有看新闻的习惯 自然也不知道 这些人最真实的身份 但是他能从另外八人的目光中 感觉到一丝不善 最中间的老人长叹一声 看着叶晨用唇语说道 你不该来的 真的不该来 就在这时 一个灰白头发 穿着中山装的老人站了起来 冷声道 叶晨 你居然真敢来这里 好 很好 我问你 昨天一战 你造成几百人伤亡 你可承认 白发老人话语之中 充斥着愤怒和高高在上 叶晨眉头一皱 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抬起头看向那老人 淡淡道 我不承认 还有你 了解过这件事的起因吗 谁先动手 你难道瞎了 他的话语丝毫不客气 此话一出 台下人群议论纷纷 问话的可是庞勇 曾经的强者之一 隐退之后身份尊贵 庞勇气得不行 脸色飞红 哦小子 这件事姑且不说 林家的事 可是你做的 还有那位守护者 可是你斩杀的 叶晨点燃了一根烟 站起身冷笑了起来 如果守护者 都是这种样子 我叶晨见一个杀一个 我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台下人群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有人 敢这么和守护者对着干呢 这叶晨难道是疯了不成 况且台上有些人 正是守护者的傀儡啊 本来想调查当事人的意见 现在这个所谓的当事人 就像炸弹一般 直接点燃 庞勇脸色惨白 气得不行 叶晨 你无法无天 甚至连守护者的身份 都不顾及 我建议直接镇压 磨出 叶晨冷笑一声 目光看向那位 这庞勇的意见 算个屁 就在这时 百里熊开口道 我不同意庞勇同志的意见 第一 根据整件事的始末 叶晨都是被动杀人 第二 叶晨更是拯救了秦岭龙脉 攻打于过 庞勇道 这才一天时间 叶晨就做出这种事情 这种人除了撤销 唯有镇压 否则后患无穷 公议 我保持中立 百里熊脸色铁青 就差拍案而起了 他看向潘国华和庞勇 一字一句道 上次龙脉之时 那些守护者出手了 没有 潘国华 还有你庞勇 你们都是为了 你们背后的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 百里熊指着两人 声音冰冷 上面的九人议论纷纷 百里熊为叶晨争辩 但是几乎所有人 都是站在叶晨的对立面 百里熊已经感觉到 叶晨身上涌动着一丝怒意了 再这么下去 叶晨的处理手段 很可能走向极端 好了 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那位 最中间的老人开口了 看了一眼叶晨淡淡道 这件事 我从头到尾都了解过 叶晨处理的方式 确实有些过了 但是出发点 确实正确的 哪怕我处于叶晨的境地 我可能也会这么做 别忘了 叶晨和我们最大的区别 他是一个年轻人 于情 叶晨的做法没有错 于理 叶晨的手段极端了 此事不用在意 一切经济损失 由叶晨来承担 听到此话 所有人表情凝固 很明显 那位是要保叶晨呢 场面一度寂静 数秒之后 潘国华站了起来 认真道 单单赔偿经济损失 是不是太简单了 叶晨旗下有天正集团 钱财对他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 那位扫了一眼 潘国华 那你觉得 要怎么做呀 潘国华眸子一转 他很清楚 抹去叶晨是根本不可能了 方振业大人 今天早上 打给他电话很明确 就算叶晨不死 也要他付出极大的代价